以前头鱼雷是这样的 而现在升级了 从万米高空中鱼雷 见过吗 给鱼雷装上一副弹衣 化身巡航导弹 扑向目标海域 然后一口气 干掉水里的潜艇 这架美军最先进的P-8A反潜机 正在太平洋上 寻找水中的幸运儿 先是收到 美军海深无人侦察机的信号 判断核潜艇的大致位置 然后通过空投声纳 精确锁定目标区域 紧接着就是万米高空投掷鱼雷 一发入魂 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 能从万米高空投鱼雷 说到底 还是美国会玩 在传统印象中 飞机空投鱼雷 只有空中投掷 开始减速 入水开机几个环节 但美军这枚飞行鱼雷 却增加了高空投掷 与滑翔飞行的过程 这是美军专为P-8A反潜机 准备的高空反潜作战武器 简称HAWC 本质上是将美军现役 MK-54鱼雷 改装成可以高空投掷的 精确制导弹药 美国海军在11月22日 正式宣布 HAWC具备除湿作渣能力 HAWC由一个模块化的 空中发射附件套件组成 包括MK-54鱼雷 AGM-84HK 折叠式弹衣 精确制导炸弹的 GPS制导系统 以及战术数据链组成 拥有GPS制导模块 与数据链接收模块 能够辅助鱼雷飞往目标海域 如果中途需要转变攻击方位 还可以通过 机载数据链进行修正 这种装备 最大的特点 就是为P-8A反潜机 提供全天候反潜作战能力 可以让P-8A 在万米高空投放MK-54鱼雷 由于其具备高空滑翔能力 也可以从距离目标 更远的高空投放鱼雷 使潜艇可能装备的防空武器 没有了用物之地 依靠GPS系统 导航滑翔道指定的目标区域 HAWC空射滑翔鱼雷 在飞行过程中先弹出记忆 然后可以使用GPS辅助制导 或者仅凭惯性 滑翔道指定目标区域 也可以通过数据链 从在机接受更新的目标位置 以应对敌方潜艇的机动摆脱 与打击临时出现的高价值目标 到达目标区域后 HAWC在150米高度下释放鱼雷 展开尾部减速伞 减速入水 随后开始攻击潜艇 这种飞行鱼雷 其实和之前的阿斯洛克系统 作用类似 后者是一种舰载火箭主推 鱼雷发射系统 射程22公里 覆盖的范围比较有限 而且舰艇的活动能力 可是远不如飞机 虽然这种HAWC的最大射程 多少还未公布 但根据美军其他滑翔指导武器的重量 和射程综合推断 飞个五六十公里应该不成问题 这就极大的拓展了 反潜逊巡逻机的打击能力 作为HAWC的本体 MK54型反潜鱼雷 是舰载空射两用类型 采用先进的热动力机和奥托2燃料 这种燃料没有腐蚀性 可以长期储存在鱼雷燃料管理 并且在燃烧时 也不会产生明显的排放气泡 具有航行噪音低的优势 降低潜艇被动声纳的探测 MK54战斗部采用定向设计 小型战斗部先炸开非耐压壳体 主战斗部再击穿耐压壳体 专门用来对付 专门用于打击双艇壳设计的 苏俄和潜艇 传统轻型反潜鱼雷 一般通过舰艇 飞机或者直升机来投放 但为了鱼雷的安全性 对于投放高度是有严格要求的 比如美军就规定 MK54鱼雷投放高度 不能超过30米 HAWC之所以备受关注 是因为它有望破解美军 反潜作战的困境 目前以P-8A为代表的反潜巡逻机 是美军反潜作战的主要力量 但在进行反潜作战时 P-8A需要下降到距离水面 几十米的低空 并将鱼雷投放到 尽可能靠近目标潜艇的位置 这就意味着 P-8A在大部分情况下 必须冒险进入敌方攻击范围之内 然而美国潜在对手 具备各种反介入和区域拒制能力 配备强大防空系统的现代化军舰 和部署在人造岛礁上的地对空导弹 即使是在远离大陆的海域 美军反潜巡逻机也面临重大挑战 而且空投鱼雷也需要利用减速伞 来控制入水度与速度 这一点比较好理解 所谓的轻型鱼雷可一点都不轻 比如MK-54战斗权重 能达到近300公斤 鱼雷这种武器 是一种相当精密的水下装备 按照MK-54的体重 选择从高空投放 头部升纳很难承受高强度的冲击 如果入水速度太快 水面张力可能会损坏某些元器件 严重情况下 鱼雷的雷体都会出现破裂 毫无疑问 高空投放鱼雷是美军目前 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 但难度不是一般的高 就算装备上成熟的空中发射套件以后 依然存在着不小的难点 想让鱼雷在P-8A的巡航速度上正常投放 还需要以合理的姿态与速度入水 难度非常大 这一点需要滑翔翼和减速伞的准确配合 才能做到 从2016年到2022年 波音公司经过了多次实验 才在今年达到了美国海军的要求 并拿到了价值1.2亿美元的 全速生产合同 即便如此 HAWC的投放限制依然存在 美国海军明确要求P-8A机组 在投放鱼雷时 要把飞机的速度和高度 维持在限制范围内 但HAWC的出现 依旧被美军打开了新大门 可以让P-8A机组 在更远的地方投射 减少被敌方防空系统攻击的概率 这也就意味着 P-8A不一定必须大幅改变现有的航线 不会影响到 正在执行的其他任务 还可以在更广阔的作战区域 可以携带大批飞行鱼雷 充当炸弹卡车 为广大作战海域的其他反潜平台 提供火力支持 同时也让美国海军的 岸基航空反潜能力大增 另外 HAWC套件中 还包括一个数据链系统 允许在飞行中 重新选择目标区域 本身检测和跟踪水下目标 就具有特殊复杂性 而数据链系统 能够增加系统灵活性 这种功能在反潜作战中 特别重要 例如反潜作战中 突然失去目标 发现目标向着不同的方向前进 又或者在HAWC飞往目标区域时 突然发现在同一区域 出现优先级更高的目标 大大提高作战效率 不过呢 鱼雷还是鱼雷 只是为它装上一个能飞的翅膀 HAWC所使用的MK54 是美军进入新世纪 开始生产的一种轻型反潜鱼雷 射程9.1公里 航速可以突破40阶 现代鱼雷与潜艇的对抗 最重要的就是航速 主流核潜艇水下航速 基本在30阶以上 个别比较变态的 能达到40阶以上 柔苏联70年代服役的阿尔法级 而常规潜艇就显得比较寒酸了 一般也就20阶左右 可见MK45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那些跑得慢 声音大的常规潜艇 高空反潜作战 这种作战概念之所以被提出来 就是因为各国现役潜艇的 防空能力出现了跃升 所以说长期以来 空中平台对于潜艇 具有不对称的优势 但目前各国已经发展出 能打击反潜巡逻机的 潜射防空导弹 可以在水下发射 而且还不会轻易地 暴露潜艇位置 由于大多数的反潜机 在搜猎潜艇时的速度比较低 直升机在调放声浪 搜索潜艇时更是完全处于 潜艇状态 这位潜艇对反潜巡逻机 打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也正因为潜射防空技术的发展 使得反潜机低空发射雷达 进攻潜艇时 面临的危险也越来越大 所以美军觉得 高空反潜作战是解决困境的方法 潜艇由于具有航程员 攻击能力强 隐秘性高等特点 成为海上舰队的主要科兴 在世界各国军事强国 竞相发展潜艇的大背景下 自然对反潜作战十分重视 而高空反潜作战概念的提出 显示美军的反潜作战能力 准备更上一层楼 鱼雷本山性能不错 空中发射平台自然也不能差 P-8A是人类史上第一种 基于双发喷气式 干线可机开发的反潜巡逻机 航程速度以及载荷 远超美军之前服役的P-3C 对海面和水下的监视范围 是螺旋桨平台的数倍以上 HAWC这类反潜兵器 可以让P-8A在接近巡航高度上 直接发射鱼雷 打击利用雷达或者声纳浮标 发现的水下目标 反应速度和打击范围大大提高 还不用担心被轻型防空武器反制 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防区外反潜鱼雷了 从装备的适配性来说 HAWC的滑翔组件是紧凑和折叠的 很适合安装在反潜机的内置弹舱里 P-8A最多可携带五枚 HAWC滑翔鱼雷 在中高空进行巡航时 非常适合打击潜航速度 比较快的核潜艇 美军此前装备的P-3C反潜机 是全球装备量最大的反潜巡逻机 一共生产了600多架 美国自己就装备了200多架 拥有全球最大的反潜巡逻机队 而P-8A反潜机 则是用来取代P-3C的 是在波音737可机上改装的 机上的搜潜 反潜装备性能 比P-3C反潜机有了大幅度提升 目前该型在亚太部署了25架以上 负责对亚太国家潜艇 和水面舰艇的长时间跟踪 对P-8A反潜机 拥有两台CFM567B型 大寒倒比涡扇发动机 具有很好的经济性 燃油性以及稳定性 航程超过了8000公里 远超其他国家的反潜机 并且飞行速度也够快 时速达到907公里 拥有非常不错的栽核能力 除了搭载必备的雷达 探测仪以及通讯设备外 还可以携带5.5吨以上的作战挂载 可以设置机翼挂点 装备鱼差反舰导弹 JSSM空射巡航导弹等武器 在美军编制中 P-8A甚至还可以充当 一般轰炸机的角色 与之相比 上一代的P-3C反潜巡逻机 仅仅只有4000公里航程 2000公里飞行半径 飞行时速也只有600多公里 因此 在在机平台性能上不如P-8A P-8A反潜机 装备了水上搜索雷达 海上监视雷达 以及磁碳仪等设备 具备反潜巡逻 海上监视 与侦察情报等功能 这就相当于 一架P-8A 就能干一架P-3C反潜机 和一架EP-3电子侦察机的工作 任务弹性 与多任务能力都要更强 所以现在许多国家都觉得 这架飞机完全不算反潜机 而是一架巡逻机 这个巡逻就包含了 电子侦察 反潜 海上监视和武器攻击 多种任务 是一种多功能的 海上军用飞机 P-8A最主要的机载设备 就是ANAPY-10机载雷达 工作在X波段 具备采集 彩色气象信息 高速侦察 以及搜索跟踪的任务能力 能够同时对海上256个目标 进行跟踪和分析 分辨率高于1米 能够轻易发现海上的前望镜 与潜艇通气管 对于小型快艇 也能有效跟踪 P-8A反潜机尾部 还有一根磁翼探测器 可以对水下300米左右的潜艇 进行探测 主要特点就是探测距离较长 定位精度较高 此外 P-8A还配备了 夜间猎手二型 红外光电探测设备 能够识别出各种不同的目标 感知到0.03摄氏度的温差 准确分别军事目标 P-8A配备了Link-11 Link-16 Link-R三种数据电 能与海军军舰 空中飞机 无人机 以及反潜机等 进行数据交换 实现信息共享 成为战场上的作战节点 一方面能协调各型飞机 进行共同返潜 更重要的是 P-8A还可以充当指挥机的角色 引导海军舰艇进行作战 也因为具备如此多的先进特点 所以P-8A价格非常昂贵 单价达到了1.5亿美元 出售印度的型号 更是达到了 一价3亿美元的外贸售价 是目前最贵的 反潜巡逻机和海军飞机 你们觉得 这种能够飞行的鱼类 对潜艇能造成多大的威胁 针对这种装备的方式 有哪些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